5花肉 大家好,我是温妮 今天我用这几片五花肉来跟大家分享 叉烧非常好吃的做法 做叉烧最好用不粘锅 这样做出来不容易焦 这也是我新入的一款锅,非常好用 因为这个锅是陶瓷涂层的 所以我们不用放油 直接煎就可以了,它不会粘的 姜片 然后慢煎一下它就出油了 然后给它多次干面 煎至两面金黄 煎出多余的油脂就可以关火了 把多余的油倒点出来 锅中留少许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调个酱汁 叉烧酱 五勺 我用了一斤半的五花肉 配了五勺叉烧酱 豆腐乳一块 再加点腐乳汁 一勺的生抽 把豆腐乳碾碎 然后搅拌均匀 锅中加入水 能够没过五花肉即可 加入调好的酱汁 然后加入两片香叶 一个八角 大火煮开 转小火 转小火之后是不用盖盖子的 慢慢炖就行了 时不时的给它翻个面 这样子的话它就整体入味了 翻到这个叉烧的汁水完全浓稠 我这瓶是蜂蜜 我们来下一点 加入这个蜂蜜呢 它这个颜色就更加好看更加亮了 还是小火慢煮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起锅 稍微给它晾凉点 我们再切块 一般都是斜刀切 稍微大块一点口感才好 烧烧这样做呢简单快速 新手小白也能学会 而且这样做的味道呢 一点都不比卖的差 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尝试一下吧